我們先說MIRON影唱會 MIRON影唱會本身大家記得 在上個月發生的 已經28日、29日時間 發生之後 27日晚上 李家超立刻出來說 扎成楊潤雄文體旅遊局長 楊潤雄去徹查這件事 楊潤雄當時連勞工處、康文處處長 連勞福局出來開了記者資料會 在30日的時候說你有分工 分工說康文處會調查這件事的意外 以及提出改善措施 勞工處會調查是否有責任 有疏忽 而警察也會調查是否有刑事責任 即是三個部門包括康文處、警局、勞工處 將會在調查上做一些工作 三個有分工 分工是代表它是一個聯合的調查隊 或者是一個Task Force 還是三個部門獨立運作 現在看來是獨立運作的 因為康文處交了給處長 處長其實是非常不負責的處長 第一是認住康文處處長 他不是一次的了 每次事件看到他都躲起來了 然後他彈到一個助理處長 是做這個有關康文處工作的組長 他在前天 即是打封時間 打封在前 他出來跟公眾交代 他們查到的一些資訊 總共當時在交代的時候 是查了27天 27天 不是查了7天 不是查了2天 是查了27天 他講出來的Findings 基本上2天內 即是說開始調查2天內 已經可以掌握了 他還有5個Findings 先講他的發言 第一個Findings是說 那條降纜只是5mm直徑 是6乘19的直纜 中間是Fly Big Core 即是面心威也 這是第一個Findings 第二個Findings是說 這條Wire所吊住的LED panel 的重量似乎出現問題 在數據上 即是說 在計算上 在設計上 總成建商 這個 這個 藝能拿出來的設計 的重量 LED panel的重量 是500磅 500磅 但實際上 它是520kg 1磅是2.2kg 即是說 它佈小了2.8倍 大家計算是不是2.8倍 不要說錯人 好了 它現在520kg 乘2.2磅 除了500磅 是2.28 是2.3倍 2.3倍 好了 第三 它就說 這條5mm直徑的鋼磅 本身 比同級的鋼磅 中間鋼絲的拉力 所承受的拉力 是少了兩成的 一般鋼絲 是去到1,000多kg 即是噸多才拉斷 但是它是1,100kg 即是少了兩成的 一個受拉的能力 第三 第四 它就發現 在Winz機裡面 一個很簡單 Winz機就是摩打 它搞了艦上來 它有一個滾桶 滾桶就將艦拾好 為了命 不要令鋼磅打擊 它會有一個控制器 控制器很簡單 讓艦是沿著控制器 它搞到滾桶裡 原來控制器本身 是沒有一個滾龍裝置 導致控制器和艦之間 長期出現磨損 導致艦很有機會 在那裡出現磨損 而最後一個Findings 就是當一個Panel 在第一條鋼磅截斷 第二條鋼磅都掉下來的時候 發覺它掉下來的原因 是因為螺絲截斷 它是說螺絲截斷 螺絲截斷 而導致第二條鋼 都沒有辦法做好它自己的作用 這五個Findings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初步 全部的Findings 都是說一天兩天內 已經可以找到的一個發現 現在用了27日時間 找到這五個Findings 即是說一些很原始 很基本的事實 沒有在原始和基本事實裡面 再發掘一些 再深入一點的問題 再深入一點的責任 沒有 沒有 另外也沒有把這五個原因 組織好 究竟哪一個是最重要 令到這個意外發生的原因 也沒有 整件事就這樣看下去 當這五個原因出來了 第一 它說第二條鋼磅截斷 如果第一條鋼磅不斷斷 第二條鋼磅的螺絲 不會斷就不會掉下來 就是說 第二條鋼磅是被動的 第一條鋼磅反而是主要的成因 所以 它說螺絲截斷 基本上我們可以暫時擺開 只要螺絲安裝方法 截斷當然有人要負責 第二 就是這條鋼磅本身 分半身 這些鋼磅做臨時事 臨時都不得了 完全不會受力的就會用 但如果你說受力的話 最少最少都8mm 但現在我們看到是5mm 為什麼5mm呢 因為有人 有人似乎故意 將計數單位 由KG變成磅 由520公斤 變成500磅 這個坐得很厲害 香港計數 即是結構計數 是用公製的 是用KG做單位的 不是用磅 是不會放在磅上 用磅去計數的 所以一個人 一個工程師 或者一個人 去負責計這盤數的人 似乎是涉嫌故意 將重量降低 而遷就 那條溫子機裏面 只是出現的5mm鋼磅 這個似乎 在設計上 本身已經有 一個似乎涉嫌欺詐 好了 接著用了它 無論是工程師 即是當作工程師 說康民處都沒有發覺 都沒有發覺問題 都沒有發覺問題 理論上 工程師 即是獨立工程師 要看一盤設計數 如果看到設計數當中 說LED panel 只有500磅 只有200多kg 應該提出質疑 任何一個有經驗 工程師 一望來4米乘4米的 panel 都肯定要半噸重 絕對不可能 是半噸過一半多跌 一半少一點 只有200多kg 或者500磅 基本上 這個 我直接說 很明顯 就是那個 檢查工程師的疏忽 至於疏忽是否刑事責任 就未必 但文事責任有沒有 我覺得它有機會有 不過 記住 工程師一定買了 專業責任保險 即是他買了一個專業責任保險 即是未必是他賠 而是保險公司賠 好了 跟著藝能有什麼責任呢 第一 設計了一個 比正常 還要弱的降纜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就是究竟 Wind子機 是有了先 而因為這樣 而將價就貨 去強行做盤數出來 還是不是的 設計了之後 才去生產 生產完之後 就用來用了 是新的 還是這樣 無論如何 有人真的踢爆了 這個Wind子機的生產商 是東莞的 是東莞的 一個舞台工程的生產商 它除了包括Wind子機 威亞 威亞桶 即是鋼纜 也由它供應 大陸的鋼纜 一般 良壽不齊 部分的鋼絲 是用低了很多grade 去組織 為了省錢 所以大陸鋼纜 一般香港 是不太敢用 又或者 要首先來香港 做好測試 出了削線 大陸的鋼纜 和在香港 有具證書的鋼纜 價錢差很多倍 香港的鋼纜 一般都要入口 未必從中國大陸 或者從中國大廠 入口的時候 基本上 它有品質保證 來到之後 它也會測試之後 才會出證書 即是說 香港的鋼纜 基本上 是不會出現不夠力的情況 但現在大陸鋼纜 有兩個情況 我不要說大陸鋼纜 因為東莞製造的 都可能是 需要澄清的 不如說 現在演唱會用的鋼纜 第一 它用幼了 第二 它幼了之餘 本身的鋼纜 也少了兩成的力 這就直接導致 鋼纜 根本就未必夠力 去不斷操作著 這個LED panel 即是說LED屏幕的升降 甚至轉圈 用了只是三天 可能連彩排 我當它用了十次 結果 可能因為 WINC機上面 纜索的一個固定器 是出現磨損 而導致鋼纜更快截斷 然後部分鋼絲 因為磨損而損壞了 然後掉的時候 鋼纜本身就不夠力 加上鋼絲本身也不夠拉力 所以多重的問題之下 導致鋼纜第一條鋼纜截斷 即是幸運 現在在這麼多個屏幕當中 只是掉了一個下來 真是幸運 現在幾明顯 是全部屏幕的鋼威也 可能都不夠力 都不夠粗憂 那一個該當何罪呢 很特別 康民署的專家出來說的時候 似乎為總承建商開脫 他就說到現在 都沒有辦法判斷總承建商的責任 其實是多餘的說法 他的說法就是 因為這個地盤 這個工地 是分判了很多不同的分判商做的 這個呢 第一 總承建商是第一責任人 他是任何情況 他下面的分判商 如果出現問題 除非證明他的監管 或者管理上做得很好 如果不是 他一定是第一被告 而第二被告就是分判商 從來不會把責任 跳過總承建商 而直接到分判商那裡 是很難的 除非證明 全部都是分判商錯 如果不是包括設計 包括買Winz機 包括安裝 包括檢驗 都是由分判商負責的話 那就可能是分判商負責了 但是現在的情況 絕對不是 現在的情況 絕對是 總承建商是有責任 因為設計可能是他 威也機 威也操誘 威也機本身可能是他指定 接著屏幕是第三個供應 屏幕的重量 可能供應商給得很準確資料 但是在設計上故意寫下 這個基本上是草奸人命 是草奸人命 那個LDPanel明知是 吊在人頭頂 吊在很多很多很多 明星和舞蹈藝員的頭頂 是存在很巨大的風險 他竟然在這裏都要偷工減料 藝能工程該當何罪呢 如果仍然政府的調查隊 仍然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一件事發生 他知道這五個事實 再加上27天的發酵 他仍然覺得 藝能工程的責任是未定的話 我覺得這個專家 這個專家本身是結構專家 並不是合約專家 他不應該出現這種言論 但出這種言論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他是想保護藝能 或者政府有一個目標 就是將這件事淡化 讓大家好像沙中線 當大家淡化 大家有情緒的話我就拖 一直拖到大家忘記這件事為止 接著先公佈結果 說安全 接著就所有事掉下 但現在警方究竟有沒有查 有沒有人刑事責陷 或者勞工處 為何到現在都沒有行動 沒有告人 這兩個部門 現在好像失蹤一樣 只是在康民處出來 用金屬疲勞四個字 去誤導大家 直接誤導 金屬疲勞本身就不是疲勞 金屬疲勞本身就是因為 那條威爾的鋼絲 根本承受不到 應他現在面對的壓力 面對的重量 所以就出現金屬疲勞 而截斷 金屬疲勞 就是金屬經過循環的一個使用 在之後 是因為它的金屬結構 沒有辦法抵受的拉力 而出現截斷那一刻 就叫金屬疲勞 現在明顯地 是因為你用幼了威爾 顯示屏比預期重 所以就拉斷了威爾 這個責任在於 包括設計的人 為何會寫錯 包括安裝的人 為何會否發覺 5mm的威爾不夠力 又包括簽名的結構工程師 為何不會發覺5mm的威爾不夠力 亦包括了場地運作的監製 如果他看到鋼絲本身已經有了勞損 他應該換鋼絲 應該暫停機械設備 不應該繼續盲目地用機械設備 這就是當時的Findings 好了 我們該組的 政府用了27日時間 浪費大家27日時間 在選擇打風的時候 當輿論最少的時候 他就跟著公佈 就打算過骨就算了 我們就公佈了 不過是打風那天 所以我們更加香港人 要拆亮眼睛 要金睛法案看著這件事 不要讓政府利用時間 雕淡這件事 也不要利用一些時間 或者一些妖言惑眾 或者用金屬疲勞的字眼 又或者找一些專家出來說 總承建商沒有責任的 其實說完這些廢話去推躺 或者像沙中線那樣 去為要負責刑事責任人開脫 政府不應該這樣做 李家超如果是覺得 他是開城報公的 是想親近香港市民的 在這件事上 他更加應該 就要看清看錯 是李家超自己 是說會看著 在進度上 在調查範圍上 會監管著 現在究竟 李家超是否滿意的呢 如果李家超是不滿意的 是否要責任調查工作組 做多一點 做快一點 做廣泛一點 深入一點的調查呢 希望大家可以看著這件事 不要給政府 不要給一些權貴 是利用時間去丟淡這件事 這個就是MIRROR演唱會 在發生意外之後 政府初步調查結果 用了27日時間 去找坊間普通一個工程師 兩天之內已經找到的 findings 究竟政府要拖多久呢 是否要拖多270天呢 還是拖多2700天才公佈調查呢 好